还记得爸爸去哪里的混血小王子诺依吗? 取久未露面的他竟然登上了热搜 原因是刘烨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段诺依讲东北话的视频 视频中的诺依一口大茶子味,口音特别蠢正 完全没有了记忆中的混血小王子的感觉 不过可能是碍于小王子的偶像包袱 在刘烨发完这段视频后不到十分钟就被删除了 但还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对此不少网友都感叹诺依怎么一下长这么大了 完全认不出来了 当时贵气十足的混血小王子 怎么转眼间就变成了接地气的小操汉子呢? 对比诺依小时候的白嫩模样 如今这样却是多了几分男子汉的气息 而对于诺依的东北口音,有网友调侃 诺依会这么多语言,刘烨会更加嫉妒的吧 原来早在之前,刘烨就不止一次在社交平台上嫉妒喜欢诺依的人多 甚至还在节目中说,诺依就是个傻孩子 但要说诺依与刘烨真正的相爱相杀 还得从他们一起参加的《爸爸去哪说起》 节目中诺依因为超高的延迟 让观众眼前一亮 再加上小小年纪的他非常懂事 不仅非常有礼貌 还把年幼的妹妹妮娜照顾得非常好 完全是小男子汉一眉 特别是对比刘烨这个不靠谱的爹 诺依显得更加的乖巧懂事 托托软萌小正太一个 在节目中凭借天真单纯的性格圈粉无数 还记得当时诺依可是西游记的狂热粉丝 当他看到福建土楼就会想到黑熊洞 他还会把村长李锐扮演的孙悟空 当成真正的孙大圣 见到孙大圣双手合时相当虔诚 哪怕是刘烨扮演的辣眼睛版观音菩萨 他都深信不疑 而刘烨对于自己的儿子不同的教育方法 也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在这一档综艺节目里面 诺依在遇到不好的情形的时候 一直在安慰爸爸和爸爸交谈 也着实让很多网友表示 别的爸爸都是带着孩子上节目 而诺依是带着自己的爸爸上节目 当诺依抽到自己喜欢的房子时 却因为弟弟想要就转身送给了弟弟 诺依虽然不舍得 但是还是非常大方的让给了弟弟 结果诺依眼泪还没掉下来 刘烨倒是先装哭了起来 于是诺依照顾好弟弟的情绪 又抓紧时间去哄老爸 网友纷纷表示诺依上个节目真辛苦 而且刘烨还不止一次的装哭 让诺依哄他 为此还被不少网友调侃 刘烨是个小公主 特别是当刘烨父子抽中了 有着140年历史的摇动时 面对恶劣的环境 诺依不仅不嫌弃 还为了安慰爸爸 故意说房子特别凉快 很漂亮 不仅如此 当刘烨独自躺在床上生气时 诺依则是专心扫地 像急了老夫多年痰痪在床 儿子诺依不离不弃 场景笑翻众人 但是不得不说有刘烨这么爱作妖 坑娃的爹诺依真是太不容易了 但是看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发现诺依撞脸了一个人 丁真 特别是对比两人的照片 诺依就好像放大版丁真一样 也许是两个人的脸型差不多 而且眼睛也是十分清澈的缘故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嗯 我觉得你哭我也想哭 以后不用你哭 我会保护你 你过来你过来 你过来 过来 过来你过来